中秋节前夕会迎来 BNT疫苗到货的好消息吗 国内疫苗的库存吃紧 不少人非常的期待 台积电 永林 还有慈敬真正的这个BNT疫苗 能够尽早地抵达台湾 那么现在传出第一批疫苗 有机会在中秋节前 大约就是9月18号的时候 日抵台湾 数量在160万到200万剂之间 而目前仍在欧洲催货的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谭明 也有可能传出会亲自的 带回第一批的疫苗 那么对此呢 指挥官陈时中露出微笑不否认 但是呢他还是老话一句 等到确定之后再跟大家报告 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 9月20号 有确定以后跟大家做报告 问问一旁的陈宗艳 中秋节是几号 不过陈时中的答案 还是一样 确定之后再跟大家报告 因为BNT疫苗来台 时间又更明朗了 根据了解 在完成卫福部的行政作业程序之后 BNT疫苗才正式排上生产线 这个月10号左右开始生产 预估9月中旬出场 加上欧盟给输出证明 准备报官文件等等过程 首批BNT可望在中秋节连假期间到数量约160万到200万剂 您知道我不能讲嘛 那就是我还是一样 就是说我不否认了 那情形是乐观的 那确定我会跟大家报告 陈时中这个微笑表情 看来中秋节要收到疫苗大礼 希望蛮大的 而紧盯疫苗进度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前往欧洲亲自催货 传出郭台铭将亲自迎接百万剂疫苗 资深媒体人李彦秋 脸书上写下对郭台铭的期待 发挥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霸气 把1500万剂逼出来 还建议郭董干脆压着货 跟疫苗一起做着专机回来吧 各种BNT疫苗抵台的时间 我想都是一种猜测 我们不予证实 也没有办法回应 但是对于如何加速疫苗抵台 我相信郭台铭先生及永龄的同事们 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德国BNT原厂日前曾经透露 已经跟台湾约好交货其成 完成手续之后 就会把疫苗运到台湾 虽然AZ跟莫德纳陆续抵达 但森多周少还是不够打 就判1500万剂BNT尽快抵台 解除疫苗荒 记者计划学生台北报道